大家都是把他讲说 他是因为蓝白河破局之后 他在什么遗憾后悔 不是不是 我的意思是说 他后悔遗憾 就是说他怎么当初会有这种的观念 去做这个蓝白河 陈佩奇爆料说 柯文哲后悔2024选战蓝白河 时间回到2023年11月 蓝白过来抢下执政权 决定谈合作 来左边的摄影机 诸侯马科同台政党协商 国民党和民众党 达成了六项共识 同意搭党组合选总统 不久后在军院饭店会谈 却是不欢而散破局收场 也都输了选举 想起当时柯文哲说 自己民调惨跌 当时在讨论蓝白河的时候 蓝的 白的先跑掉一半 蓝白河破局的时候 蓝又跑掉一半 所以事实上我们有研究过 刚好民调掉了两次 合作的合可以 合并的合我看就困难 DNA差太多了 我都说啦 那个志涵说党在第一线 说志涵你怎么没有一棒 把他敲醒 我都跟那个珊珊讲 我说志涵一棒没有敲醒的话 你要一前把他打婚 事隔八个月 柯文哲夫妻俩就是重提 仍对蓝白河懊悔不已 蓝营听了 当然觉得刺耳 基本上蓝白河不是已经翻页 已经过去了吗 怎么是由台湾民众党 再次一直提到蓝白河这个议题 在未来2026或2028 还有机会合作的话 一定要秉持一个诚信 和平的交流 而不是柯主席又被他身旁 铜墙铁壁的母姐会所包围 这样所有的协议到最后一刻 都有可能翻牌的状况之下 没有人会去跟台湾民众党合作的 领桃反抢 是柯文哲毁约在先 蓝白双方大翻旧账 往事并不如烟 明示新闻周朴报道 MOD自选餐 自由订阅您最需要的频道内容 自选50自选20 想看最正确最及时的新闻内容 明示新闻台 是您最重要的选择